美国国会2012年的一部法案 将在单起事件中造成三人及以上遇害的 称为大规模杀戮事件 美国反诽谤联盟梳理了 美国2022年发生的大规模杀戮事件 将其中25起定性为与极端主义有关 而这25起谋杀案中 有21起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关 占到84% 反诽谤联盟今年3月还发布报告称 该组织去年记录了6700多起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宣传及现场活动 创造了历史新高 并且除了夏威夷州以外 美国每个州都充斥着反犹太主义 种族主义等宣传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仇恨犯罪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针对美国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 仇恨犯罪呈上升趋势 报告显示 与2019年相比 2020年针对美国非洲裔的仇恨犯罪上升了49% 而2021年比2020年又上升了14% 除非洲裔之外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数量也大幅增加 增幅高达167% 有观点认为正是一些包括针对佛罗里达州非洲裔历史教学的政策 缩始了此次种族主义袭击的发生 就在今年7月 佛罗里达州教育委员会批准了一套 关于该州公立学校如何教授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新标准 要求教学中说明 奴隶所学习的技能 在一些情况下 也可用于他们的个人利益 在高中学生学习诸如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1920年奥科伊大屠杀等种族屠杀事件时 新标准要求教学内容应该包括针对非洲裔美国人 以及由非洲裔美国人实施的暴力行为 这套新标准引发了广泛质疑和强烈批评 称其为历史的一大倒退 佛罗里达州教育界人士认为 佛州州长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德桑蒂斯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 都是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 在这一位垂直下 mond его 杀 primer总统竞选人德与世界 人掌握恐怕可能系冴力 Let's not take away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was a hate crime fueled by rhetoric from many in leadership in our state. They need to stop with the rhetoric, they need to stop with the black attacks, and they need to do better.